哦 我的天哪 敦伍节就这么到了 一场南方咸粽和北方甜粽的战争 再次拉开了虚物 北方甜粽子好吃 在保质期内 粽子甜甜的 过了保质期 粽子酸酸甜甜的 嗯 酸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就这 它就比咸粽子多了一种口味 而且呢 它还可以放红枣啊 哥哥 世界那么大 我想尝尝南方的漏洞 哦 愚蠢的弟弟啊 你现在还不理解吗 你是不是不存在的动漫看多了 我们现在不是互联网时代啊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不然的话 哥哥带你坐飞机 去看一看布拉格广场 去瞧一瞧那 坐飞机喽 出发 嗯 哥哥 我已经长大了 我要出对象了 哦 愚蠢的弟弟啊 你还小 把人家处疼了怎么办 嗯 那我换个词 我要搞对象了 哦 愚蠢的弟弟啊 你还小 有些行为是不能发生的 嗯 哥哥能不能不要再玩这种文字梗了 你怎么跟魔鬼大艺一样呢 我要谈朋友了 哎 好好的朋友干嘛谈人家 哥哥 你这是够了 我 我 我想 我想散发一下酸脱的气息了 想体会谈恋爱带来的甜蜜吗 北方甜粽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呸 你们南北方的粽子都不好吃 那你吃什么粽子 你看我这发色 看我这眼眸 你看 我这不知道从哪拉出来的一把武器 我是吃辣粽子的 你是魔鬼吧 没错 我就是雪魔 2